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加冕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先讲《众观传论识》 《众观传论识》里面 今天所先讲的内容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现在所讲的当中 名言存在 名言存在前面也讲了一些道理 他这里说 在名言当中来讲 应该一切诸法是存在 一切诸法是不空的 这样一来 因和过说说的所有的这些法 我们在世俗当中都不会折执的 不会破这些现象 这样一来 所有的人物和清净 人物的包括烦恼症 所知症 清净的一些 尽所有之 如所有之 以及德地菩萨的清净的智慧 全部可以安理 不会有错乱的过失 在身影当中 虽然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 但世俗当中 所有的因果也是在世俗当中不折执 然后有关我们心相续的燃物 清净全部法要存在 这样一来 清净和不清净都一样的 然后烦恼和智慧都一样的 都要和妙药是一样的等等 这样的过失是不会有的 诸为有始终论师是这样说的 如果无有自信 则诸如染污与清净的差别 如是善与不善 也因果损心缘起于逆心缘起 所量于能量 由因所胜的逆种之智慧 所思能生等所知因果各自的法 则无法互不混淆而安理 他这里说 你们宗观百佩师已经讲了吗 一切都在生意当中是远离一体多体 所有的本体根本不存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的 所有的极为清净 暂时清净 最究竟的清净 然后暂时的烦恼 暂时的所知障等等 这些的案例也不合理了 让我们十种善业和十种不善业 造什么样的因 获得什么样的果物 再加上随心缘起扭转在轮回当中 理性缘起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让我们隐民里面所量的一切万法 能量的比喻 推理等等 以及通过推理所产生理种的智慧 能生所生等一切万法 在迎合过来就是不合理的了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一切万法自行是不存在的 自行不存在的话 那世间上这样那样很多对立的这些法 清净不清净 迎合过等等 所有万事万物的法不合理了 我们能量所量 还有依靠因 它这里的因 指的是推理的意思 依靠推理 比如说山上有火 有烟之骨 烟在这里是因 然后依靠因而产生的理种的智慧 认为山上有烟 那肯定有火 这个时候产生一种理种的智慧 等等这样能生所存关系的 所有万法的因和果全部也应该不存在了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真实万法不存在 也有这种果实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这是我们讲《相关传言论》的时候也这样讲的 这叫做生意们的一种辩论 什么意思呢 别人要么站在生意的角度来讲破这个面 要么站在这个面当中破这个生意 这两种实际上是必须要分析 分析的话 不会有什么过失 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 原来我们讲《中观根本禾论》的时候 关于这方面的辩论也说过 别人说 如果一切万法无有自信 那善和不善 清净然无都不存在了 有这个过失 别人给我们提出这样疑问的时候 我们说是不一定 为什么呢 虽然在生意当中自信不存在 但是名言当中是可以存在的 如果有人问 那既然名言当中一切存在的话 那么生意当中也应该存在了 给我们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给它可以回答 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虽然名言当中已经存在 但是生意当中不一定需要存在的 生意当中依靠生意量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这些法完全是不成立的 这样一来 对人如果站在生意的角度来 给我们辩论 我们也可以给他 用不定音来回答 如果他站在世俗的角度来 给我们辩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站在生意的角度来 给他用不定音来回答 所以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也是会这样的 他们觉得 如果一切万法空性 那我为什么吃饭就吃得饱 或者我手能借助柱子等等 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 既然有这个 说明不空 所以对方根本分不来 生意和世俗之间的差别 别要说一些现在没有学过宗派的人 即使学过宗派的 有些小声信任 他们也不会 懂得这些道理 这里大家应该明白的 有这么一个道理 作者正是因为 为了遣除诸如此类 所有的列以谬论 而残迷因果的合理性 作者先想 遣除这样的一些谬论 这样的一遭谬论 然后这样的邪见 残除完了以后 要残迷因果的合理性 才宣说了 下面所讲的这一个偈颂 那么偈颂指的是 我们刚才颂词里面的偈颂 下面这个颂词 进一步的解释 那么颂词解释的时候 是这样的 能生之因与所生之果的有始法 能起作用的无期显现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能产生种子的因 然后所产生开化结果的果 这样的有始法 起作用的这些无期显现 我们当下的确是有种子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它的果 这一点是任何一个人 没办法遮着 这种规律谁也没办法推翻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律 实际上仅仅在灵眼当中存在 这一点并不遮破 按照我们宗观派的角度来讲 有因就是有果 有此有弊 这样的一种因果规律 那么我们宗观众也是不会折破的 就像《智慧品》里面所讲的那样的 我们相闻觉知的这些现象 作为宗观派也是不会破的 说的道理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以明言量和量而安理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言而逼世色 我们世俗的理念 世俗的智慧来安理的 并不是说以深意的智慧来安理的 所以我们觉得万法的时候 大家应该明白 我原来讲《顶戒报道论》的时候也说过 实际上一切万法有两种思想 也就是说两种真相 一个是深意的真相 一个是世俗的真相 那么我们世俗以无有损害的言而逼世色来安理 这样安理的话 最后得出来的对境 得出来的结论也是正确无误的 然后作为深意量所得来的真相 依靠佛和菩萨的这种智慧来安理 那么他们所得出来的 那一切系论的本体 也是一种真相 因此我们作为柱子的角度来讲 说话众生的根机不同 应该是安理两种真相 一个是世俗的真相 一个是深意的真相 他的世俗的真相是什么呢 就是能起作用 在明言当中是能起作用 能遮掌无量的这样的东西 叫做柱子 这就是他的明言 比如说明言当中他是 所作的法 有为法 无常性 苦性等等 这样的本体就是他的本体 然后我们从深意当中 进行观察的话 那么柱子的本体 也就是说远离一切系论 只有圣者的个别智者面前 所显现的一种光明境界 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 这就是柱子的本体 因此我们在这里 世俗当中有太一种部分 那么这一点 我们抉择生意的时候 不会折破的 实际上这一点也是依靠弥压量成立的 并不是生意量成立的 所以然无清净当因果 随尘随灭的这一切案例 各自发向均不识毁的存在 因此我们在明言当中来讲 比如说烦恼存在的话 他的智慧还不存在的 就像我们昨前天 前面讲的一样 如果智慧存在的话 那么与他相反的烦恼不存在 或者说从因果果 损失的角度来讲 如果倾刻的种子存在 倾刻的果肯定存在的 如果有了倾刻的果 他的前面肯定有一个倾刻的种子等等 这样随尘随密的因果关系 这样的香味也好 香素也好 这样的一种关系 在明言当中是我们不需要释坏的 丝毫也不会因为生意当中无有自信 而导致世俗当中的这些发向 全部有粗浪 昏下之处 根本不可能有的了 因为生意当中虽然这些都不存在 但是在世俗当中都互相的 一点也是不会混杂的 不会错乱的 所以我们证悟空性的时候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因果 或者是我们世俗当中的这些见解全部灭掉 不是这样的 因此莲花生大师也说了 你的见解像虽空那样高 但你的取舍因果比模范还稀 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世俗当中的见解 跟生意的见解也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我们的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 它就根本不会破坏 这个名言当中的一切现象 所以《定解报道论》当中也是已经讲了 我们要观察一个人的这种 见解是不是正确 或者是这个时候 看他相续当中的慈悲心 信心 智慧 能不能增上 如果增上的话 说明他的见解是越来越有进步的 如果他的行为 比如说平时的信心 悲心 观清净心 这些都越来越没有 不好的东西全部 就像寒茶果女一样 不好的东西全部剩下了 好的东西全部已经录完了 说明这个人的见解 已经非常糟糕了 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上的 有些人认为 好像自己见解越来越高的时候 对名言当中的取舍 受戒律 或者取舍因果 这些方面一点都不重视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原来学习三戒论的时候也是 我们凡夫人不能学瑜伽 瑜伽者不能学成就者 成就者不能学佛陀的行为 应该有这样的教言 所以说我们应该 自己的层次不能混乱 看你的见解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么你相续当中的因果增见 越来越增上 不会退舍 如果对方认为 质疑上讲了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次学习 中观主要论的时候 我想大家一方面 对空性方面的人 应该也有加深 另一方面 对世俗的这些现象不明 也就是说无奇的因果存在 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这一点应该说 从开头到现在最关键的两个问题 生意当中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包括因果也好 佛也好 什么都空 就像中观根本会论里面所想的 但是我们没有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 在世俗当中所有的这些不空 只是你可以直接了当地 给别人面前说 世俗当中一切都不空 这样说的话不用害怕了 应该这样的 那么对方提出这样 也是有始终的 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 倘若你们中观众承认 一切有始法的法相能完整无损的案例 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 名言当中的前世后世 什么业因果 能量所量全部都存在 如果你们中观众派在名言当中 一切法相的完整无损的 全部存在案例 那这样就与我们的观点一致了 没有两样了 觉得是 你们也承认住的品质全部都存在 那我们有始终也承认 这些都是存在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辩论 不用破我们的观点了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让我们进行回答 你们所承认的如此现象 在生意当中是成名 倘若果真如此 他这里说 你们有始终跟我们完全是不相同的 为什么呢 你们认为这些品质 柱子等等 这些万法的存在 并不是世俗当中如幻如梦的存在 而你们认为在生意当中是实在的 实有的 完全存在的 这样认为的 如果你真正是这样的话 从极为之实之间建立起一体与堕体的自行 请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过失 给予如实的答复 他这里说 如果你们有始终真的认为 我们之间的观点是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给你们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从未成一直到其之间的 所有的这些万法 要么以一体的方式来存在 就是建立一体的方式存在 要么建立多体的方式来存在 然后我们在前面 利益多应的这种中观的推理来 一一地推翻了你们 一切万法存在的道理 然后你们先给我们 建立起合理的观点 然后你们给我们 一个一个地答复 一切万法并不是 远离一体堕体的 为什么 因为是如何如何 一体的方式存在 堕体的方式存在 我们前面给你们所破过的 所有的这些理论 你全部给我翻过来回答 如果你真正能答复的话 当时如果无有任何理正方法而成立 那么我们讲 随着你们并且承认 这些有始法在生意当中 也是真实不取的有法 意思就是说存在 那么如果你真的 所有的这些万法 以一体堕体的方式来 给我们面前建立 而且我们用通过一亿多亿 或者是其他的金刚邪音等 中观的生意力来 进行波持的时候 一点妨害都没有 如果一点妨害都没有 那么我们这些宗观众 也是跟着你们有始终 我们跟着幽部 我们跟着进部 我们跟着未始终 跟着你们 然后直接不得不承认 也完全可以承认 我们说 生意当中是 按照幽部众所承认的那样 一切万法都是不许存在 一切万法都是确实存在 我们可以帮你们 弘扬你们的一切 有始终的这些佛法牢 或者你们也是 随着我们所说的理证 而承认此现现 也是虚妄的 如果你们反过来说 没有这方面的理证教言 如果没有这方面确凿的理证 那么你们只有跟着我们 因为我们中观众的一切万法是虚妄的 不存在的 那么反过来说 你应该跟着我们 要么我给你脱下 要么你给我脱下 凡是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教舍当中 一定要一个获得胜利 一个失败 必须这样做 这样你我双方才真正是 成得上观点一致的 要么我们也承认 像你一样 一切万法是实有存在 生意当中也好 世俗当中也好 你没有任何离正方海的时候 我们也这样承认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跟像你们的观点一样 我们跟着你们的 如果你们这方面没有能力 那么你们右手中就跟着我们的观点去做 这样你们跟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所以什么叫做观点一致呢 我们大的问题上面 最好不要有分歧 这个就叫做观点一致 不然光是说 这个柱子作为我们的焦点 你认为在生意当中是存在 我认为生意当中是不存在 虽然是一个柱子方面的辩论 但是你一个人认为是存在 一个人认为是不存在 那么这种情况哪里有观点一致呢 不可能有的 比如说一个人柱子存在 一个人柱子不存在的话 那存在和不存在并不是观点一致的 同样的道理 你们一切万法在生意当中认为是存在的 我们的一切万法 只不过如幻如梦而言 在我们面前显现而已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之间的观点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样一来 总而言之 我们这次学习中观众案论识的话 大家对空性方面 真正完全通达空性是很困难的 但是对任何一个法 减少耽著 减少执著 这就是真无空性的一种前兆 也是一种标志 所以你刚开始听 中观众案论识的时候的执著 现在通过这几个月 逐渐逐渐已经减少了 以后好像对世间的任何一个硕士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你的执著不像以前那样 特别的强 这样说明减少了你的单独 这就是我们学习中观的一种目标 因为在中观当中确实是 一切万法抉择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存在 不像世间人们那样 世间上的人们 他认为今天我得到的什么呢 他认为真实存在的 我今天失去了什么呢 他认为真实这个事已经失去了 而且他对秘密 感情 生活 单位 或者他自己的家庭等等 特别的执著 他从来连梦中也没有想过 这就是假的 但是我们学习中观以后 虽然我们众生在武器的现前 也有快乐的现现 也有痛苦的现现 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 心理不平衡的状态都是有的 但是实际上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梦 没有什么 跟梦中的景象没有什么差别 通过这种学习 对自己的相续是肯定会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学习中观并不是其他的一些 一下子就恍然大悟 恐怕这些不一定 但是通过理论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确实实际上的人们的执著 跟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的执著 从表面上可能也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你也去执著 比如说你家里的人失了以后 实际上的人们也会痛苦 我也会痛苦 但是痛苦的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不相同的 因为我知道是如幻如梦的 他总有一天肯定会死的 我怎么样痛苦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实际上的人们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他认为是真的已经失去了 再也见不到了 如何如何 而且他永远都认为这是一种石油的东西 可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 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些差别 但有时总他们认为是在真实意当中 真是存在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提起存在的时候 他们认为跟他们的观点是一样的 其实跟他们的观点一定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认为对家庭也好 对什么样的执著呢 我们也去执著 他们也去执著的话 你们出家人跟我们有什么差别 你们也不是要钱 我们也不是要钱 一模一样的 有些人从某一个角度认为是跟他一样的 但可能也有些地方不一定是一样的 他的这种目的 跟其他真正学习大乘佛法的人的目的 也不一样的 虽然在他们一个餐厅里面 比如说用餐 在用餐的时候 一个是学习大乘中国学得相当好的人 一个是从来没有学习过的人 他表面上他认为美外教育 然后他们都认为这是好吃 一口一口地吃 但实际上从他们的执著上 耽著方面 我觉得应该有很大的差别 表面上肯定好像分不清楚 这一点我觉得也不稀有 不要说我们当时月城人士和龙猛菩萨也是 如果当时印度有餐厅 饭店 那么龙猛菩萨跟其他的老乡一起吃饭 从表面上看来可能看不出来 龙猛菩萨也在吃 当时按照印度人的习惯 肯定没有筷子 用树来抓 这是那个 我原来印度专门学过 如果如此 实行空性生起真实的定解 如果我们真正一切办法是通过教证 月城菩萨讲所谓的空性通过教证 通过理证来生起定解的 所以我们对这样的自行空性 如果真正生起定解 那就一定会对因果生起 永不退传的信心 真正像高僧大德们 他们对证悟空性的这种深度 越来越高 那么对因果的相信更加提升了 有时候我们跟上师的有些传记 还有一些世间上的高僧大德们 他们的历史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相反 倘若将因果理解成是否不合理 则称不上是中观所说的空性 如果我们觉得好像因果全部空了吧 因果没有吧 前世和世不存在吧 在名言当中也是这些都不合理 经常对我们现在的一些真理 生起一些邪见 说明这个人对中观的空性 一点都是没有理由 不要说中观的 像我们小城当中的有些境界 也必须依靠这些来办理 我们对前世 今世等等这些道理 没有真正认识的话 说明没有证悟空性 认识到这是断检取名为空性 知道后 我们应该认识到 虽然他口口声说 我已经证悟空性了 但是实际上他把所谓的断检 认为是正无空性 这种法世间上是非常多 我们平时有些可能学也学过一点 但是没有学的究竟 没有学的究竟的话 他认为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我也不存在 法也不存在 佛陀也不存在 全部是空性的 然后全部空性完了以后 他认为念佛也没有什么功德 佛生也没有什么功德 积累善法也没有什么 断除恶法也没有什么 那我随随便便 可以享受世间法 造各种恶业 那这样的话 他的确是把断空 也就是说 我们说的断检派的见解 认为自己已经证悟空性了 这种现象 不管在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在其他的城市当中 如今是相当多的 他自己还认为自己已经证悟了空性 他证悟空性是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通过观察 我确实不存在 我不存在的话 那么因果都全部不存在 就有这种看法的 所以认识到这一点 断检 取名为空性之河 我们应该弃着潜力 必须要舍弃这种恶见 自己一定要注意 现在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论典以后 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 堵入断检派的深渊当中去 这样的话 无可救药 非常可怜 犹如阿舍利龙猛菩萨 也是亲自这样说的 不明空性也 唯以心听闻 不造何福德 必当虐实鬼 有些人他根本不了解所谓的 远离一些空性的这种含义 他仅仅是听了一些空性 或者仅仅是口头上说一些空性的言辞而已 那么这样一来 他认为一切万法都不存在 他从此以后根本不会造任何福德 这种人确实自己把自己都已经毁坏了 他认为是已经空性了 明言当中一点都不做善事 只做一些恶事 这样的话 这个人真是已经毁坏了自己 业之果报 由众生也谨说 彻之必自信 也说为无神 那么在明言当中来讲 一切业也存在 业的果报也是存在的 然后众生也是存在的 这一点 众生也是我们应该可以说 全部是存在的 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应该彻底地了知 这些众生也好 或者业和果也好 这些万法全部自行 所谓无神 所谓空性 那么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喻来说明 若为世间众 佛说我我所一切云解处 皆以密意说 就像我们那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 为了世间的这些众生 佛陀曾经也是在印度众生面前示现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 这是我的眷属 我今天头痛 我今天到六月圆去等等 佛陀本来已经早就断绝了 我和我所 但是在明言当中 佛陀也是显现 我和我所 还有所有的云 截 处 所有的这些万法 实际上佛陀是在明言当中有密意的 也就是说 依靠这些云解处 让很多的众生 引入随意空性 所以云解处的这些说法 实际上是不了意的 也就是说 由密意而宣说的 就像佛陀说 我和我所一样 我和我所一样 我今天头痛 我今天有什么舍利子和目犍连 妙品这样的眷属等等 这些宣说的原因 实际上是不了意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分清这个道理 而且阿斯利在其他的论典当中 也讲述了空性极其深奥 难以通察 所有的智慧浅薄者 如果颠倒 理解 则照样的许多道理 那么阿斯利在其他的一些论典当中 也确实讲了 包括中论也好 或者在其他的中观六论里面 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 所谓的空性极为深奥 而极为深奥以后 当时佛陀也是知道 我们众生一般来讲 不能理解 所以他当时也没有说法 而且智慧浅薄的人 不但不能理解空性的意义 而且依靠空性 最后自己堕入断间当中 这种情况也讲了很多教证理证 说了很多道理 下面讲 修习二则 修习生意和世俗以后 显现和空性双云的功德 或者生意世俗 这两者双云的功德 它这里双云两个结合起来 显现上是世俗的 思想上是生意的来衡量 这一点 我们这次学习中观传论以后 我觉得确实很多人 应该有所信的证件 虽然我说得非常不好 但是我想这个论典太好了 应该你们很多人 有了智慧的话 不可能不懂的 就像我们前面已经着重地讲了 中观根本传论 根本传论里面就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 全部的万法破完了 全部都遮遮破测 那么这里把说破的道理和说显现的道理 这两个结合起来 这个中观传论的确是所有中观的庄严 这一点大家也应该明白 生意当中是怎么样空的 手当中是怎么样存在的 那么这两个融会贯通 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 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怎么样运用 这个问题讲得相当清楚 它分两个方面 你所获得清净 资粮和光缩比例 首先第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在明言当中一切万法不破 以这样的缘故 因和过的这些法在明言当中的 福德资粮和生意当中 也就是说从它的本体的无垢智慧 无垢智慧是无缘智慧资粮 有缘福德资粮 这两种资粮 对于我们中观众来讲 这个中观众牌来讲 非常的合理 在其他的众牌来讲 这种是根本不合理的意思 所以有些论师认为 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是大体的 也有这种说法 但这种说法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福德资粮和无缘智慧资粮 实际上是在一个本体上 它的繁体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这样一解 比如说我做布施的时候 我当时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布施的东西和布施的对境 布施者全部都是应该存在的 那么从这个方式来布施的时候 就叫做福德资粮 那实际上作为瑜伽师 或者作为成就者 他不愿这些 不愿这些的角度来讲 这个就叫做智慧资粮 所以我们对一个事物 它可以同时圆满两种资粮 由于如是安理了 无有自信力的因果 赐法 果尔 布施等一切福德资粮 与无有愿密之格的 智慧资粮 圆融双赢的正道 因为福德资粮 我们刚才讲了 布施 赐戒等等 这些有缘的 波罗密度里面也是 前面的这几个全部叫做 有缘的福德资粮当中 然后无缘的智慧资粮 无缘的智慧资粮 实际上没有任何愿密之处 也就是说 三论的执着 体相的执着没有 所以这两个圆满的道 对于这种观众来说 是极其合理的 因为我们前面也再三地已经讲了 任何一个法在显现上是思索的 实相上是深意的 这样的话 这两个对我们众观众来讲 二种资粮双云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合理 然后对于有始众来讲 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对我们众观章来说 也可以说 了知尽管在深意当中 无有任何自信 但世俗显现分子 无欺缘欺的本相 和我们知道了 深数当中 一切是存在的 有因有果 有前世 有后世等等 这些无欺的缘欺 在深意当中 一切都不存在 所以众观自虚派一般是破万法的时候 加深意的间别 这就是众观自虚派的一种特点吧 他这里也说了 在万法 深意当中是无有自信的 世俗当中 世俗显现分的角度来讲 应该完全是存在的 则进一步地学到 不会对有万法之思想颠倒 执着燃无内心的现象 如果我们对这个法 进一步地修行 那么对万法的思想 我刚才讲了 万法的思想有两种 一个是世俗的思想 一个是深意的思想 世俗的思想的颠倒 比如说 诸子不是无常 我存在 四种吃相翻过来 这叫做对世俗的颠倒 然后我们从深意的角度来讲 一切万法的变有有的执着 无的执着 这些全部都是 从深意当中的颠倒执着 但是如果我们二字双云 我们修道双云 就像《现观众要论》 从头到尾讲的时候 全部都是这样的 在思路当中应该有一种显分 这些显现分实际上是大悲的一种了用 然后深意当中 一切都是空性 这些空性 我们说简单一点 刚才我讲的那样 不要耽著 所以大乘佛法实际上就是 所谓的二字双云 什么叫二字双云呢 一个是大悲心 一个是什么 就是智慧 以智慧来愿一切万法 都是空性的 不要赞著的意思 然后以大悲心来愿一切众生 早日获得福果 对每一个众生生起一种悲心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 如果相续当中 真的对世间的任何法看破 不是特别的执着 然后对可怜的每一个众生 就是有一种慈悲心 一种关爱心的话 说明这个人的确是 大乘众心的根结 如果这两样没有 口头上怎么样说 我如何如何 恐怕也有一定的困难 他这里对万法的 世上的执着的 然无能行的现象全部不存在 结果就会成了一些清净的修道 诸有言的有始众的论师们 这样认为的 下面是一个偈颂 这个偈颂就我们 红仁波西后面也有解释的 布施为你供 也作施舍行 他这里说 所谓的 因为有始众他认为 所有的万法是存在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对布施而言 布施的话 对可怜的众生可以作布施 饶益他们也可以 然后对三宝 对上师面前作为布施 也作为一种供养 所以因为三宝和众生 可怜的乞丐存在的缘故 我们可以做布施的设施行为 并领及身心 因为有了对境 有了上师三宝 自己也很高兴 今天在上师面前 已经供养了上师 首先都是不高兴 后来我问上师 我可不可以见你 然后他说 我没有时间 然后我说了 上师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时间 我供养一点钱 他说 那我安排一下时间 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 那个上师也认为他没有这个机会了 马上给他安排时间 所以他就知道上师也好 三宝也好 真正存在 也生起信心 如果他看见布施的对境 可怜的一些乞丐 或者一些可怜的众生存在 他也觉得是什么 生起信心 也对这个做法有信心 有时总认为 肯定有布施的对境 如果布施的对境没有 那么供养的对境 布施的对境怎么会有 怎么会让人生起信心呢 无缘除非而 如果没有缘 不缘他的对境 那么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了 刚才生起信心 进行布施 这些现象都没有了 不可能了 我由故不缘 疑惑非经过 如果这个对境没有 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刚才布施 什么供养的对境 不缘了 得不到了 或者虽然是存在 但是布施对境 也有很大的过失 要么不存在 得不到 要么不是真正的对境 如果真正是这样 若无 如果真正是布施的对境 和供养的对境 都是没有的话 那恢复得 徒劳而无果 这样的话 菩萨为了度化众生 发心 这些都是徒劳无益的 因为众生不存在的缘故 他这里实际上讲的 但实际上并非这样的 善者 佛召见 事故非无尽 因为布施的对境 布施者 所布施的士品 这三者 实际上是佛陀是以佛言来召见的缘故 所以你们宗观众所说的那样 一切对境不存在 一切都是无缘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事故非无尽 不是没有尽的 应该是尽是存在的 这是一般有始终 对中观众进行辩论的一个道理 然后下面说 如果你说 并不是没有这个对境 但是这个对境 全部是信和信说 信和信说实际上就是自证的 这就是韦世宗这样认为的 因为韦世宗认为 布施也好 布施的对境 全部是自己的心 自证的一种妙容而已 他这样认为的 他认为并不是没有的 但是是自己的心 不是外境 是自己的心 刚才他前面不是讲的吗 一个是无有果不缘合 或者是非境 他这里无境和非境 两个方面来辩论的 无有对境 优世宗对我们的辩论 你说没有对境 不合理的 佛陀已经召见善者之谷 他这里这样说的 你说布施对境 并不是对境 是对境 就是我们信和信说 自证的对境 是信和信说 他自己 这样来说的 意思是下面 弗仁波切对这个疾问 有简单的一个宣说 小乘中认为 布施以饶益 或者供养的心态 愿对境而发放 而令人嫉妒生起信心 有了对境 有了上光下施的对境 让人们也是生起信心 生起欢喜心 而绝不愿对境 并非能达到如此的效果 如果你一点对境 都是没有的话 那么你供养三宝 或者都是可怜的众生的功德 这些根本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 如果无有对境 而不愿 那么一切菩萨 利益众生也成了 偷劳无业 这个全部是刚才前面教证 进行解释的 因为一切众生不存在之苦 实际上并不是无有对境的 下面他们对我们 进行折破的 因为如来已经召见 所有的施主 还有布施的事物 然后布施者 这三者如来的智慧当中 已经召见之苦 这确实佛陀在 比如说《毗奈耶经》 很多小乘的经典当中 经常说了 佛陀到了什么什么地方的时候 什么样的施主 当时对佛陀面前 就像《百业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然后供养 供兵的时候供品也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话并不是没有啊 如果没有 佛陀为什么在佛经当中 有这些记载 对方是这样说的 然后有威士宗的这些论师们 也认为 儿子当所布施的 就像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包括自己的儿女等等 也布施的事物 布施者和布施数者 对方数者和布施者 自信与心所 自己心和心所 均是自证 又怎么会 布施对境呢 怎么说不是对境呢 是对境 就是自己的心和心所的 一种妙用而已 对方这样回答的 那么我们宗观就这样说 以上的这些辩论是 无有任何事宜的 只不过你们自己把 这个声音和世俗 分不清楚而已 没有任何事宜了 原因是什么 宗观在世俗当中 并不遮破因果的缘起 所以善者佛召见也好 或者自证显现的这种说法 全部是值得在世俗上的 比如说佛陀在印度当年 他见到布施者和所不适合 或者布施的食品 这三者实际上 全部是在世俗当中来讲的 我们宗观派也是 世俗当中肯定承认 佛陀是来过这个世界 而且佛陀面前供养 有功德这一点 包括龙猛菩萨和约承论师的 宗观派也会承认的 然后按照说 一切万法抉择的时候 全部是最后心和心说的一种妙用 心和心说的一种现象 这一点也是说明言当中来讲的 明言当中我们承许心事 万法为世的观点抉择的时候 这也是明言当中 所以这些全部是在明言当中承认的 而生意当中有远离一体多体的缘故 生意当中怎么会存在 根本不可能存在 无论是你为世众也好 有世众也好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管是你在说的怎么样 生意当中你根本举不出来 任何一个法存在 包括佛陀在内的一切万法 根本举不出一个法存在 有怎么会是存在这些呢 不可能有的了 广说比利分 而众说因果 随成随灭之比喻 别说为证件 奢侈于佛之因果 就分两个方面 首先讲因和果在名言当中 应该随成随灭 有这个关系 总说因果在名言当中 随成随灭的比喻 它这里用世间的一些 正见和邪见的比喻来进行宣说 清净之因中 所生诸果净 如正见所生 戒之当清净 它这里清净的因当中 一般会产生清净的果 比如说我们造了清净的善业 那么获得清净的快乐的果 就像是正见当中能产生 持戒 不施 不放逸等等 这些果报 好的果 然后如是因不净 所生果非净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因不清净 造恶业的 不清净的这样的因 那么它所产生的果 也必定是痛苦的了 如有邪见力 所生邪因等 如果有了邪见的话 那么依靠邪见力 无恶不作 作邪因 或者杀生 以及毁谤等等 有了邪见的话 什么样都看不惯了 一切果居是随着因而存在 因而灭尽的意思 因为有着因的时候 一切万法可以存在 不管是有罗法 无罗法 除了一些无为法的法以外 其他的法全部都是 随着因果的规律而去的 既然说是因果的支配 那么任何法有了因缘聚合的时候 它会产生的 因缘不聚合的时候 这个法是不会产生的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 是有目共睹的事 也就是说 相因因而存在 不管是任何一个法 就是随着它的因而存在 因而灭的 而且这个因 也有一个它的同类的相续 还有它有一种相应的因缘 这些因缘聚合的时候 这个法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产生的 如果这些因缘一个不聚合的话 那《诗两论》当中所讲的一样 就不会存在的 所以根据因清净与佛 而过也成为清净和不清净 整个世间当中的规律就是这样的 看它的因情不清净 如果因清净的话 那么过也是清净的 就像《智悲光尊者》 在《功德章》里面所讲的那样 如果根是毒的话 那么它长出来的果的树也会毒的 如果它的根是妙药的话 那么它长出来的果也会妙药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任何一个法 就是看它的意乐 为什么说我们意乐清净和不清净 最关键呢 如果我们心清净 即使它的行为有些不太清净 也实际上变成善业的 如果心不清净 就是同样的道理 一切变成了不善业了 换句话说 清净的因当中 产生的一切果也是清净的 就刚才前面讲的 如同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就是善当中有善的报 获得快乐的 暂时也获得快乐 究竟也获得快乐的 然后造了恶业 获得的决定是痛苦的 这个没有什么变化的 这样的世间政见当中 能产生 短少当戒律者 以及不放一支等等 是清净一样 这是我们讲三戒论的时候 也是讲过 比如说不喝酒 依靠正知正念 这些都是不放一支 然后受持四种根本的戒律 这些都是戒律者 还有一些异乐者 对境者 然后用其他一些 很多的分支 我们讲其他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它有什么样的因 产生什么样的果 比如说 我的相续当中真的有一个 哪怕怎么样也是 我对三宝的信心不退转 然后善有三宝 恶有恶报的 这样的世间正在 如果它的相续当中 真正有了存在 那么它多多少少也会持戒的 多多少少也会放生 多多少少也行持善法的 就像《四百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你如果针戒已经破完了 那么前戒当中也是没有恢复的 就是《四百论》里面说是 你这个戒律即使毁了 也不要紧 间接千万不能毁 意思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一个人戒律毁了 他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也很后悔 每天都是忏悔 每天都是行持善法 就这样的 如果他间接毁了 那么不但是他的戒律也毁 而且所有的这些行持善法 都会毁灭的 所以邪见确实也很可怕的 有时候我们有些人 可能是前世自己没有造善业 然后自相续当中 生起邪见也是有 证见确实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一旦坏坏了这个证见 那这样确实是 修什么法都就完蛋了 生世因果也不存在 不存在的理由都是没有什么 但有些人太笨了 有些人是业力太重了 业力太深重了 这两种人就没有办法 如果他太笨的话 反正我不承认英国 英国肯定不存在 前世后肯定不存在 他一说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给他求 怎么样从宗观的道理 卫视的道理 怎么样给他讲道理 他不承认 太笨了 跟牦牛没有什么差别了 那这个人也没办法守护的 还有一种人 业力就是现前的人 因为业力相前 比如说有业力的人 他一直认为 海洛确实是黄色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说 这是白色的 我亲眼见达的 不可能有黄色的 怎么样给他讲也是 他对上师三宝也好 他对很多方面有看法的 这种也是不可能扭转的 所以除了这意外 应该证见不容易损坏的 总而言之 世间的证见当中 能产生一些断刺 这样的清净戒律 不放逸等等 这些善法清净会出现的 谁作间接的因也戒律之等等 果也会清净 同样的道理 假设说是因是不清净的 有他所产生的果也不会清净的 如同有此因果不存在等等那样邪见的力量 会导致什么样呢 邪淫 杀生 还有一些毁谤等等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正因为 他认为因果不存在 前世和日不存在 所以在他的有生质量当中 什么样的恶业都会造的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一定要保护自己的正见 这一点相当中 如果自己容易生一些邪见 或者这个时候 马上也祈祷上司三宝 好好的忏悔 有些人特别笨 我下地就下地 好像真的世界上是没有比希特利还厉害 但一方面这些人是太笨了的原因 如果稍微有一点正见的话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 我就关这监狱 就关监狱 我去开始杀人 这种说的话 凡是有智慧的人 觉得这个人是发疯了 不会对他有好的看法 同样的道理 有些人最后到了不知道什么样的境界 也有这样的 有些佛教徒 哎 反正算了 我下地狱就地狱吧 我对地狱也不怕 我对什么样的不怕 但这种人真的无可拒要 所以我们修行人千万不要把自己所学的这些 全部毁与一旦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此时时刻刻地自相续当中 有时候生起一些邪见 这样的时候好好地祈祷善吧 不过我个人来讲 这方面应该说是 前世的辅导 还是依靠上师的加持 从来都好像在见解上面 比如来到我们学院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从来想不起在我见解上 好像对因果存不存在 或者对前世后是存不存在 这方面从来都是 好像没有怪异过 自己非常一种稳固的见解 认为决定是存在的 所以这种见解 自己来讲确实很正的 从来没有这方面怀疑过 但是我想我们很多人 可能信佛也是依靠各种各样 而信佛教的 并不是通过正常的一些途径来的 这种人也会有 因为遇到一些外缘的时候 认为好像以前的一些悉性毛病 又重新浮现 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时时刻刻地要祈祷三宝 我觉得对自己的正见一定要保护 今天讲到这里 他讲到这里 就是自身体的流量 然后在家里的交流 和美国交流 所以我们将对需要太阳 engage在我的活动 所以我们自己来途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